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废族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为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和分析释放的 就有要财政选研究部经理陈伟中,Jason在这里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好,我们见到,其实好像近今日的电信股做得不错 好像中移动,联通等都暂时有大约1%左右的升幅 中移动股价暂时升了1.3%去到95.05元 你好消息都不是没有的,就见到中移动的上客量 4G上客量就创了新高 见到之前公司也上调了,4G上客目标去到7000万 可以这么说,7000万其实都多过 之前一两年前市场都在担心中移动的4G上客量 究竟能否达标 但事实出来真的能够做到不得只,还要超标 7000万来说,在其余下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每个月只有700多万,就已经可以达标 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消息都叫做多利好电信股 是的,见到昨天中移动方面就出了 上个月,即是10月份的上客量 今次都有1300万左右 都属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你看回过去半年,中移动一直都能够保持到4G上客量 每个月大概是1000万以上 所以你计算一条数,如果你说剩下这两个月 都只需要将那个上客量调升,可能是1000多万的话 基本上要去到7000万这个目标就没什么难度 甚至乎可能去到年底的时候,都有机会是超标完成 这一方面对于中移动来说,当然短线里面有少少的刺激 但是又不会说有一个很大的提震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预期了 今年全年的目标就绝对不止5000万那么多 还有就在11月初的时候,都已经是见到中移动有些消息出到来 都说已经是想着调高全年的上客量去到7000万 所以今天那个结果出到来真的调高了 那个水平和之前预期中是相弱 对于市场来说,都不是说一个很新的消息 反而大家都要留意,就说去到12月打后 当内地那边再推多两个4G的电讯牌出来 比中电讯和系统联通 到时候会不会反而令到去到明年来算 中移动在吸纳4G人数的上客量方面会受到那些限制 竞争加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令到三大电讯商 又再次走回到一个价格战方面的一个问题 这些因素反而对于中移动后市来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性 好,这个时间我们讲完电商股之前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苏先生你好吗? 你好 你好,能看到你吗? 我想问388 是,港交所是吗? 是 你本身多少钱买了港交所? 155.8 155.8 是的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应该什么位置走? 就是那个位置 因为他不想不下,应该指示还是怎样呢? 还不是不想不下,现在都跌了很多了 从高位,应该怎么处理呢? 除了港交所,还有哪只股份想问? 883 是,中海油是吗? 中海油你又有没有持有呢? 中海油 现在多少钱呢? 11.48 你现在多少钱买的? 11.48 11.48 11.48 2只多钱责 好厉害 你现在中海油的问题是什么? 又是这个时间沽是吗? 是的 我想问388 应该怎么自处它 是否到低位呢? 会不会再插进它 明白 那这个883 中海油的问题是什么? 883是应该只赚的 好,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300块的港交所 港交所的估价暂时回套了4毫子 做着165.4 看到股价图表上差一点 连跌第六天 看到暂时好像在大概 现在现实平台165元左右 有些存定的迹象 Jason你觉得他155.8买了 暂时现在账面上赚大概10元左右 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部署呢? 还是继续现在这个位置拿着先 等它继续有些反弹 还是继续现在这个位置算了? 先指赚 港交所我自己都看得比较淡 原因大家都知道 因为今个星期户港通开了之后 看到那个无论是港股通 又或者是北上方面的那个户股通 使用额都不断在跌下来 好像你说今早早 港股通都只是用得7千多万 全日加买 我都相信是不过2% 那就是意味着 如果那个北水南下的额度是这么小 对于港交所 之前大家都炒起了一个很大的主因 都是希望说那些资金会来香港 似乎到最后就是实现不了的 而且都看回香港的成交 今个星期来说 都明显是回落了的 那讲上个星期未开之前有800多亿 但是今个星期开了 就反而跌到 就好像昨天只剩下600多700亿 那么长下 如果你说港股成交都持续 只能够保持到在700亿左右 港交所现时的股值都算是比较贵 那之前都在每日股的环节介绍过 就说看一些大行报告的预测 如果你说每日平均那个的 就是港股成交是得的话 600多700亿呢 其实港交所的股价是有机会要跌到150元左右 那所以现价位我都觉得港交所的股值是比较贵的 那但是当然 短线就暂时见到162元左右 会有个支持 这一阵如果你说它有一个技术性反弹 我问一下弹回上去170元左右 都不出奇的 但是有机会弹回一点 去到170元都见到有个阻力位 到时候我都建议你应该去到指赞了先 另外他也有问883中海油 看到883中海油股价 暂时在11.88升了四毫子 升幅都不小的 有3.4% 但其实买入价位真的很厉害 他在11.48买入是近这一段时间的低位 刚好就是捉到技术反弹 看到油价是从四年的低位到靠稳 虽然不是回升很多 但是看到中海油股价已经升了上来 你觉得现在赚了四毫子 虽然赚升幅不是很大 但你觉得这个时间捕捉到技术反弹 是否应该趁机估火 是的 这一阵炒中海油反弹都合理 因为基本上 看回无论是油价也好 或者中海油股价也好 过去那两三个月都真的暴跌得相当重要 你说纽约旗油去到七十多元这些位置 短期做一些冲定 或者现在一些人都在揣测 现在油组国的方面是否真的会减产呢 这些因素都对于油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刺激 再加上说现在中国那边 未来都说会加大石油储备 现在在内地不同省份一些 第一期的石油储备的基建项目 其实都叫做是投产了的 当然你说未来中国真的要开始 着手做多些这些储备 开始进口更加多这些石油产品 对于油价来说 都可能会有一个帮助 所以中海油短期来计 我觉得都还是有条件可以弹多些少的 初步现在看到它今天升到上去十一个八号岭 大概就是属于二天线 或者现在画面上面看到 保力加通道的中轴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是一个这么大的阻力 它都能够是突破得到的 那我相信 未来你说要再弹回上去大概十二个四至十二个半 应该问题都不会说太大的 所以初步如果你真的拿着货 特别你买的价格是比较低的时候 我都觉得现时这些水平可以再观望一下 就不用说这么快走完 但当然如果你说见到这个中轴 即是说十一个八号岭 十一个九 都是穿不到的 甚至乎未来再倒跌下去 到时候你都可以考虑去到减什么减磅了 首先可以考虑一下Jason的意见 两个第一就是这个三八八港交所 港交所 Jason觉得有机会出现的反弹 去到一百七十元左右这个位置 到时就使机这样减磅了 如果不能够反弹到位置的话 Jason觉得可能去到一百五十元的港交所 都不出奇 始終Jason觉得港交所的估值相对都比较贵 而至于这个八八三中海油 中海油的股价 看看是否有机会升穿这个保利加中族 即是大约现在现水平这个位置 能够升穿的话 有机会挑战到到十二个四十二个半到这个水平 不过倒反着如果不能够的话 就可能要先考虑一下先指赞 Jason看到了 除了中海油之外 不少油股今天都有些反弹 好像之前跌得比较急 不要说跌得急 是最急的的宽量能源 暂时现在反弹了超过2.4%上来 看到困难能源的股价之前已创了接近四年的低位 你觉得未来如果炒的技术反弹的话 这一只空间还大不大 困难能源本身的基本面出现一个很大的恶化 也不是做油股那么简单 上游的原油开彩业务 佔它的比重不是特别大 反而市场上关注 LNG业务 包括中油方面管道的收费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被下调 这个我觉得乘数很高 二来在分销方面 LNG分销也受到门站气价不断的提升 令到LNG的价格 对比柴油的价格来说 没有了吸引力 自然都令到LNG整体的需求 明显比过去几年跌了下来 所以你说这一层昆虽能源是升了一点的 但我觉得再向上的动力真的未必太大 这一层技术反弹 你说向上望的 都是望可能9元左右 在左近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都叫做顶住了是升不到的 其实整个下跌浪 然后再开始升级 明白了 谢谢Jason 刚刚から接下来 bleiday答家庭关注问题 以及分析了相关股份的市况 刚才提过股份是还是持有的 是的 好这时间就到这里 稍后再会继续看见 中港股市的焦点 待 keyword